字幕君 李宗盛 很晚睡了 平日也沒有這麼早起床 今天我有一個目的 因為我訂了很久的餐廳 是一時多鐘 其實也不是很早 不過平日之前三時多起床 今天我撇下了Case和肥波自己去玩 我約了一個朋友 你們猜是誰? 到了到了到了 鬆弛熊 預定了幾天的鬆弛熊飯 這個應該是新年版 拿著扇 這個是小黃雞的 香港好像叫鼻翁雞 人家叫什麼雞 這個不是叫拉拉熊 人家叫鬆弛熊 或者什麼 翁蘭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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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喜歡叫鬆弛熊 好可愛啊 連盆栽都有一隻雞 好可愛啊 好開心啊 要到安娶 嗨 今天來到這個 拉拉熊餐廳 很開心 這個菜單 給大家看看 之前好像聽說 菜單是沒有公仔 但現在有這個公仔 不知道是不是新版 好可愛啊 這個是什麼 這是餅乾 來看一下 然後呢 看一看 啊 我想吃這個 好像有公仔樣的 這個這個好吃 這個又是有公仔樣的 這個又好吃 這個好棒啊 這個 我吃士多菲利家 死了我選哪個好啊 這個是杯原子餅乾 好可愛啊 嘩 嘩 這個好可愛 這個應該是那個 忌廉飯 超可愛的 超大的頭 但我們看看這個 大件事死了 那我們就吃飯了 甜品味呢 鼻孔雞的 應該是芝士蛋糕 但應該是芝士蛋糕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 La Ville de Tarte 很可愛 這隻好像睡了 怎麼辦 我跟阿哥覺得它是死了 怎麼辦 這隻蛤 搞不定 那邊這個餐廳大約是這樣的 我們一出去外面 它還有一個商品區 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隻手錶 很漂亮 這隻手錶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字紙盒 之後是公仔 因為其實沒有人會知道這個是 字紙盒 很大的公仔放在旁邊 小王雞初登場抽獎 那我們現在吃飯 應該可以用297可以抽到 我們現在目標是抽這個 我們要這個 好啦 抽囉 38 欸 看不懂耶 看不懂 他中了腦袖 要掛了 要掛了 雞的意思 欸 好像是雞 這是雞耶 這是雞 手錶帶 這個哪一個 這個哪一個 我不知道要哪一個 這個啦 這個嗎 這個這個這個 好開心 可以去安修抽飯 那我們抽到這個環保袋 對 還有那個垃圾桶 小姐的垃圾桶 垃圾桶 小姐就要吃飯啦 好 掰掰